有多少网友是和小编一样,因为伪装着汪曼春,而知道的王欧这个人,十个人得有十个人看这部剧的时候是和他恨得咬牙切齿的,但有很多人都觉得王欧在此部剧中很漂亮,很帅气的样子,不过小编看他却觉得怪怪的,除了戏里,戏外很多人对他也都是有很大的偏见。 可能是王欧的气场太强大了,总给人一种狠装,很傲的感觉,但实际上,王欧真的是一个蛮可怜的人,王欧在三岁的时候父母就已经离异,妈妈改嫁又生了一个妹妹,从小王欧没人管没人问,而妈妈的全部精力也都在他的妹妹身上,现在王欧的爸爸还已经去世,自己一个人在娱乐圈是很苦的, 但却从来没有得到妈妈的任何认可,就连在视频的时候,都是妈妈和妹妹在一起的。 当王欧问到妹妹成开的怎么样时,王欧的妈妈却说,妹妹开的不错,比你当年开的好,不像你当年吭斥吭斥的王欧,觉得没有人爱自己,便发了长篇论文给妈妈,你从来没有以我为荣过,我的存在难道真的不值得你骄傲吗? 只有妹妹的存在,你才觉得她跟你亲,听王欧讲述的这些,真的觉得王欧蛮可怜的,从小没人管没人问,现在爸爸去世,只剩一个改嫁的妈妈,还对她的那么冷漠听的这个助理阿九都哭了,所以看一个人真的不要光看她的表面,背后的心酸只有自己一个人懂。 对不起。